8月10號中共國務院發表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內容共有五大重點 全部圍繞在統一的不容改變 堅定不如不可阻擋新時代推進光明前景 中共當局在1993年和2000年分別提出過《台灣問題》白皮書 曾經承諾統一台灣實行高度自治 中央政府、吳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台 但最新白皮書已經刪除這段承諾 在鄧小平時期對兩岸同意後的一些承諾 他刪除了說台灣允許保留軍隊和中央不派駐人員的條款 同時刪除了一個中國前提之下什麼都可以談到這樣一個承諾 這是顯示中共再次的誓言而非 現在是想要使用單方面用武力來改變現狀的這麼一種思路了 就在台海緊張之際 台灣國民黨副主席夏立順 10號不顧勸阻 率團訪問中國 引發外界質疑 連黨內都出現不少怨言 台灣面臨 中共侵門拓戶威脅之際 國民黨仍執意 配合中共洗白演出 黨內青藏派呼籲 黨中央聆聽民意 中共現在這種軟硬兼施的目的它是想要通過極限施壓來促成台灣內部發生分化 這樣的話它可以製造台灣內部的混亂有利於瓦解台灣人的抵抗意志 這個白皮書的發布它配合了國民黨的副主席訪問大陸 目的它也是要營造一種很多台灣人都喜迎統一的這樣一種假象 那麼這個也是中共對台灣實施信息戰和心理戰的一種表現 呂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習近平當局公布這份白皮書的目的是想要藉此向全世界表明 中共使用武力手段侵佔台灣是具有合法性 避反了情緒 台灣自由時報專欄作家胡文輝在文章中表示 中共企圖用文字遊戲製造台灣越慢鼻筒 一國兩制越收緊的壓力 其實這半點作用都沒有 因為台灣人民一直都拒絕鼻筒、被召航 拒絕任何一國兩制 西藏、新疆、香港人民血淋淋的教訓 白皮召航書還會對台灣人民有任何吸引力 除非你本身可能就是中共派、地下黨 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克表示 台灣是成熟的民主政體 台灣人民追求自由 這份所謂的白皮書不是拉近台灣 而是將台灣推遠 中共白皮書中聲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武力進攻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 但輿論表示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中國共產黨的什麼承諾都不要相信就對了 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8月7日接受法國LCI電視台專訪時 繼續堅稱應該對台灣民眾進行再教育 來清除所謂的分裂主義、分離主義的思想 盧沙野的言論已經引發國際輿論挖言和批評 之前8月3日晚上 盧沙野就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一試 接受BFM電視台訪問 他當時聲稱 臺灣當局對民眾開展、許中國化教育 造成臺灣人支持台獨比例上升 統一後 我們要進行一次再教育 再教育這個詞令人聯想起新疆的再教育營 中共被曝光 在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 禁止上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牧師林 對他們進行洗腦、虐待、強迫他們勞動 對中共感恩戴德等等 是一種種族滅絕 諾沙野所講的再教育 就是把60%以上的臺灣人 關到集中營裡頭 把他們重新腦子清理乾淨 然後再裝上共產主義的這種 那麼有一些人拒絕把這個裝進去呢 那就要把他們進行處理 就像對維吾爾人一樣 就跟他拿下香港之後 他要再教育香港的人民嘛 但是香港人那些民運人士 很多那些走上街頭的 是沒法教育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關起來一部分嘛 一定要殺掉一部分嘛 所以這個他已經把中國的 恐怖統治說得很清楚了 中共對臺灣也提出了所謂的一國兩制方案 聲稱未來中國統一後 臺灣自治政府將享有給香港 和澳門更大的自主權 甚至可以擁有軍隊 而路沙野公開稱要對臺灣人 進行洗腦轉化 被視為港漏罪 說只是這一個大嘴巴 他把它說出來了 身為中共駐法大使 盧沙野一再堅持 要再教育臺灣人 也令歐洲國家震驚 歐洲議會安全 與國防小組委員會主席 洛瓦索在推特上寫道 他說將不顧臺灣人民意願 強行統一 並進行再教育 這個真是令人憤慨 比利時前總理 維霍夫斯達表示 獨裁政權不能接受 甚至不能想像 人民想生活在自由之中 他們想要再教育 言下之意 就是壓迫和洗腦 千萬小心 臺灣 烏克蘭 歐洲 這個國家是幾乎無法接受的 這個並不僅僅是一個 鹿沙野的拍個腦袋 一時興起想出來的東西 這是和中共的這種邪惡 是有著本質的必然的聯繫 肯定是讓臺灣人非常警惕 那他們會更加珍惜 他們得之不易的 這種自由民主 保護自己文化的這種可能 盧沙野在任職中共駐法大使期間 多次鬧出有爭議的外交事件 例如2021年 盧沙野寫信給法國參議院 有臺灣小組主席李察 要他取消訪問臺灣的行程 引起法方不滿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者 安托曼邦達茲 在推特上發文 批評盧沙野干預法國民主制度 不可接受 之後中共駐法國大使館 法退 欲罵邦達之是小流文 引起法國輿論界的撻伐 幾天後中共駐法使館 再次發表了1600字的長文 在中文版使用封九字眼 攻擊法國輿論 盧沙野因此 被法國外交部傳聞文化